嗨大家好我是猛寒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地产模拟系 之前是买了 准备买一个那个新的底皮 然后顺便出去 这个收了点房租 就是待在这里收了点房租 因为他这个时间流失并不是去外面跑 其实你在这里站一会就有钱了 然后我们团了1900万 可以去把那个 薄青哥 薄青哥好像是最贵的吧 给他买下来 然后我们就是多几点CP点数 CP点数越多的话越好 越多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兑换更多的好东西 1800万这个是最贵的了吧 拿到薄青哥占药率24% 然后我们可以 去买点食物吧 因为我看到这个 不是之前故事 就是陈旧目录里面 陈旧目录里面有一些 说什么 吃 5个食物类道具 然后 贩卖机 贩卖10次 然后唱歌 闸串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吃了都是会有那个点数的 所以我们先去这一边 先去买一个那个 这算 等我们要用完再过来买吧 就买5种不同的食物 然后吃 怕宝殿其实也可以打包 然后自己吃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牛洞啊 就是盖胶饭的店 盖胶饭的店的话 我还差一个没吃 吃完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CP点 因为每家店吃完都可以获得一个CP点 这是前期刷CP点最快的地方 去买点就是胃药吧 就是减 减自衣血啊什么的 好我们吃完应该会获得一个CP点 前期CP点最好获得就是吃东西 先把所有东西都吃完 但是挺花时间的 正好就是比如说你在边上打架 打完架过去吃两口 打完架过去吃两口 然后时间长了就可以累积了 你看有没有那个 爆发户 找找看有没有爆发户可以打 我们先去CP点换一下吧 正好有10点了 可以开启下一个阶段的那个金钱加倍了 爆发户哪里有 现在除了那个黑色会的 其他我们都不怕 还有勒索哥我们是怕的 其他情况下别的都不怕 我们也没必要去就是帮别人 然后拿一些道具赚钱的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主要是把这一个 战斗这一个全开了10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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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开到有一个名流香水了 有名流香水之后这个 爆发户是非常多 但是 还是要画好多点了 我们可以看 点数 起码吃10家电才可以拿到这个 衣服 非常难 非常非常难 因为之前任务 不是只要在CP点的话 到后期还是很难获得 毕竟有些小游戏玩起来也很累 所以一般我们看到这个梦想机器啊 我们就去 点一下 呦 开弹啊 来吧 我们还是以这个 前期还是用这个 呦 还是这个 火爆浪子比较强啊 前期 基本上 一套连招死 我这个期还够 不会打另一个人 老科登 直接死吧 伤害挺高的 火爆浪子的技能我们是稍微生了一下 你很强啊 6600 没多少钱 这种路过的这些人 我们打不打无所谓 这是干嘛 我们要去把这个开一下 啊 掉个血了 我们找个地方吃个饭吧 把那个寿司给吃了 寿司比较简单吃起来 好 这里有一个10万块的那个 自动购买机 发生问题了 问题在哪 看一下 啊 发生问题 就又是在这里啊 能让我先吃个饭吗 散了散了 干吧 没事 先干一下 反正有摩托车 哎呀 强 没事啊 这个强不强无所谓 他们强不强无所谓 只要不掏武器就行 强不强无所谓 哎呦 你这个冲撞很强啊小伙伴 哎呦 哎呦 就来喝一口药 主要这里面有自行车 有自行车我就可以用一下 没有道具可以用 如果道具用还是很烦的打起 把人当做道具吧 双闪 又死了 直接撞飞 二十几 这个纷争好像 争斗很一般 这个还是比较强 应该说我们太强 解决了 继续 继续刷钱 继续刷钱 这个我们现在这里还差 啊 CP点用掉了 还是要去吃东西 要找那个爆发户的话 一次性有1000多万 把这个吃了 把这个章鱼烧吃了 章鱼烧的东西比较多 有酒啊有什么东西都有 他只能一个一个啊这个这不是上一双 喝酒的地方 OK 现在私不下 就直接喝酒吧 刚刚喝了一瓶药早知道不吃药 喝酒状态的话伤害会高一些 如果点出那个技能伤害更高 更高 不是一般的高 那边还有个梦想贩卖机 这边还有 这个梦想贩卖机是10000块 但是他这个这个是随机的有时候会有一百万 超级轮胎啊那是那个四驱车的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 爆发户 到时候找那个梦想贩卖机吧还差三次还是两次 这个就跑了 这个就跑了 再去玩几次那个游戏厅的东西 他也是会给的 游戏厅好像要玩六次 还是十次 我们看一下 游戏厅 游戏厅 游戏厅娱乐十次 贩卖机再贩卖 就再买两次就行 我们可以玩个别的东西 这个 娃娃机 娃娃机 我可以退 我们可以进一次退一次 就抓一次就行了 投一次币就算玩一次 就算了 可以出然后再进一次 其实可以玩这个也可以投币 这个赛车也是可以投币 游戏厅100块 他这有个 有个特效 比较满 那还是娃娃机比较快 怎么开始呀 中断 中断 怎么开始按这个 这个 这是没有行 哦 哦 这个就是一个 射击类的跑扣 那我们可以退出 那还是娃娃机速度快 那还是娃娃机速度快 投个地就算一次 然后再进一次 好 第一次也顶多就10秒 因为他这个爪子抓一下10秒结束 然后就再退出 然后再退出 再进一次 又是一次游戏 八次了 还有两次 还有两次 好的 十次达成 拿到一点cp点 随便点一下 我们现在就一点cp点 我们现在就一点cp点 还是慢慢累积 现在我们要去找那个爆发户去打钱 不打爆发户的话其他的钱太少了 打四两三百万 那爆发户的这个 遇到的概率还是很低啊 先回去看一下那个新 新买的能不能收 哎呦 来来来来 这科技趋势是我们的 只有小号人在不怕 结束一个 新车还是很很有用 哦 又腰疼 要打自己特别提醒 要打一下 为什么电瓶车伤害有点多 但是打这些杂兵基本上钱很少了 打倒150人又给一点cp 还是要打打的 黑帮的话就不去打 不是黑帮 黑社会就不去打了 黑社会的用的武器太高紧了 什么枪啊什么都来了 有点伤 看一下我们新买的这一个不动产 还剩下机 好可回收了 700多吧 cp点回收 国青哥 这个98s级了 98还不能再升级了 s级满级了 差一丢丢 这个国青哥有500多万的钱 投资一次要挺多的 s级是最高了 开始回收 回收一次700多万 现在我们这个还能打打 现在这个难度还是降低了很多 我们还是去找一下那个武器店的老板能不能开出来 能开出来的话我们就买点枪打起来更快 没看到爆发货啊 哎这个贩卖技能用吗 百万级 百万自动 百万级的 我存档 存档回来再开 百万级的这个东西出的好东西 直接它存档之后那个 也也也就存不了档了 再能用一次吧 直接用吧 看脸的时候 本来是可以刷的 但是距离存档点有点远 这极限能量饮料 这有点尴尬 100万买了瓶饮料 跑不过他 我们是要去那边 说要去这里 打劫吗 打劫不搞 我钱太少了 这也没有东西 有事情 有什么事情 这边有三个 这警察 这警察可以给我刷新一下 强生饮料 我身上全带饮料 没有什么危险物品 这警察是不是到时候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你来到后面可以到我们这边当那个保安呢 这里面会不会有混混 这 这 哎呀还是没有啊 呦呦有武器 这么多人 人有点多 先把这个拿棍子几绝 有武器 这边比较危险 这边比较危险 呦呦 按墙上台 一下子解决了三个人 还两个人 现在我们好像这个防御力变高了 全头防御力变高 对 对 没想法 太难了 哦 人家摔一下這麼多是吧 84萬 這裡有台夢想貨賣機 啊 這樣 這裡還是沒啥東西 不給他們了 打起來太累了 出個肉去 這裡有飯店了 哦 哦 好像被盯上了 哦 哦 來了 幫他忙 這應該是那個龍火飯店的分店 啊 嗯 飯售 像噴子那樣 嗯 我們定裂可以修理損耗或是損壞的武器 嗯 嗯 買啥呢 啊 這裡可以買買武器修理武器 賣抽武器 哇 這個刀全賣的 哦 這個不能賣 雙結棍也不能賣 雙結棍也不能賣 刀賣了 買一個 有沒有什麼槍類的武器 嗯 啊 就這個 好 現在有這個東西了 就隨便打了 修理武器 啊 現在有這個東西了 槍修一下三十幾萬 不會 我把它整理一下背包 好 現在有槍的就速度快多了 所以不用跑了 整理 好的 那麼可以出去隨便打了 正少要刷點錢出來 先裝一把在身上 棍子就 有這個獵槍在就好打 看到 就找黑衣服的人打 看著我也有槍 我也有槍 不怕疼 這裡有 來吧 沒敵了 滿血無傷 擊倒 哦 400萬一次 可以的 這個修一把槍才三十九萬 打一把 打一把 基本一把槍就夠了 再來吧 再找那個黑衣服的打 現在這個效率高多了 有了 到處都是 先閃開 先往後閃 到處有誰要 哦 看 最後一個人 这局不浪费子弹吗 一个人 469吧 这个前来的快点 一排400多吧 四发子弹 这几个没有钱呢 我们就不打 找有钱的人呢 没有钱打起来坑了 又浪费子弹子吧 人找黑衣服的 没有黑衣服我们不打 没有呢 本来不是打黑衣服就打黄衣服 就这两种 小横横啊 或者最像这种的 没必要打 钱太少了 钱实在太少了 打了浪费子弹 应该也回不了本吧 太少了 70几万 就最多修一次枪 好久没见到那个爆发户 就打得过一次 小横横 小横横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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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进去修一下 你看哪里 有盘柴 给他一个饮料 给他枪的话 估计会没收 來之前的任務了嗎 前面又是那個 撞了他們 這也是一樣的 怎麼就你一個呀 黑衣男子 這麼多人我的天 這個時候如果沒有槍的話就真的難打 有個大刀 好 就剩一個人了 一千三百萬 四百萬無傷 用槍的話這邊都可以打到無傷 我又不想跟他們打 讓他們自己強行扯上來 這裡沒有辦法 這裡有東西撿 我記得這邊好像有鑰匙還是什麼 要把噴子去修一下 如果我過去這個警察又可以盤超 還不行要過段時間 哪邊可以修裝 這裡可以修裝備 這裡好像有個東西 卡片 我們這個龍虎飯店可以進去 但是他這裡不像真導那邊的話 是可以有那個武器探索的 但這裡可以直接買 這裡增加的武器只能靠真導那邊去探索 修一下160 嗯 購買武器 五把 把那個鐵罐給賣了 嗯 我賣錯東西了嗎 我賣這把槍 不會吧 這裡能力還有什麼可以強化的嗎 生命值上限 3000萬 啊解鎖不了啥 太貴了 200萬這個 增加攻擊力 黃金之萬火爆浪子 好 好了我們可以回去收一波 房租 我們現在基本上是 墓上除了勒索哥 不太好打 其他都很好的 其他都沒什麼壓力了 唉唷 這個小狂狂我都不想用槍 小狂狂錢太少了 好的 我不想用槍 我可以用槍 我可以用這個電機槍嗎 呦 還可以用刀的 有點嚇人了 雙殺 這還打不死 過堅鬆 死了 還有一個 可以解決一個 這個應該還死不了 我這個撞一下還是很傷 我關上這裡的 扔不過去 打了半天才84萬 還好沒有槍 他擋住我了 不打也不行 這個位置非常尷尬 往那邊掛一下看看能不能碰到你 這裡的那個 機器能不能用 我就差兩次 這個可以用 這個可以用 OK 好的我們回到了那個辦公室之後 把技能還是加不了 技能要3000多萬 但現在的話是有這個 修理武器了 有槍之後 應該是很好打了 好吧 那麼這集差不多 主要是把武器給搞定了 這個還是 之前去那個 征導那邊 把那個武器墊給開了 這裡才會開 啊 否則這個武器墊一直是關閉狀態 一定要完成一次武器探索才能打開這裡的武器墊吧 看一下這個收 發生問題 要去解決一下 那下節我們上來解決一下吧 好吧 那麼這集先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點下訂閱或關注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